重要的問題其實就是回到我們今天這個主題 就是說作為一個好人 郝董老師說作為一個好人 就是在這麽惡的體制下 你怎麽能做這麽個好人 這個就是心底的善良 首先你父母親從小在老兒家長大 父母親給你的教育完10歲到80歲 當時的80年 我們的教練員李柔哲、劉國江、孟宣武、尹懷榮 這四位教練還是給我們正確的引導 沒有那些外門八七的 誰給教練送禮 沒有他比較主題正義 大家在這個環境裏面 讓自己心態還是比較好 再一個就是職業化以後 慢慢的接觸到外國的教練員、運動員 從史拉普、霍顿、米盧、克薩諾維奇、阿里漢 最後我們出國 現在這些梅西、尼斯塔 所有的這些博斯克 告訴你的都是做一個好人 首先是這個 做一個好人 他們沒說會做人 中共那些孫子 是吧 完了什麼先踢球 要先踢球先做人 對吧才能踢好球 先做人 他沒說做一個好人 這幫孫子給你的教育 所有的就是先給他們磕頭 所謂的尊實重道 就是要聽老師的聽教練 你一旦有點對他們提出質疑 是吧 他們就告訴你 你這個人不好 不尊敬 不尊敬 真是 不尊敬 老隊員 他從來沒有從一個社會角度 做一個好人的角度來去教育 那麼我通過這些事情慢慢的 而且我最終我沒有通過道德底線 做一個好人 兩親相約上床 沒問題 違背別人一直 那叫強姊 對吧 你在這個大染缸裡面 你所有的人 就是我跟這些領導 當官兒 我所有跟他們的交貌 沒有為我郝爾東一己私利去幹事 我去認識了 比如柏西蘭 薛西蘭 薛彩虎 這些所有人 我沒有拿他們這些 我給人錢 我去換地皮 我給人錢 我去操控女生 我給人錢 我去當領導 當大官 我再去危害行業 沒有過 對吧 我跟女孩子上床 道德方面 有的時候 確實你曾經 違背了道德 這種所謂的 你沒有完全的重貞於婚姻的時候 這時候你道德審判 但是你不能說 我最後壞了良心 我只是說在這個道德層面上 我沒有堅針 去維繫這個東西 但是我從來不找藉口 我也不會去強迫別人 而且我對所有的這些家庭 我該付出的責任 但是我全部我不可能 最後為了哪個女的 我去花了錢 破壞了我家 我給孩子 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愛人 沒吃沒喝 我去包什麼二年 不可能 所有的一切 我就是 所有的底線 我沒有突破 最後我才能 這麼樣的 比直氣壯 我敢站出來 你幾天 我會去 你幹嘛